大家好,我是Heidi,欢迎收听《日语最材经》 说到苏博尔应该大家都不会陌生 认为是国货之光,质量可靠,其实大家都被扑了 苏博尔早已不胜苏,在他上市两年后 苏博尔就被创始人以40亿,卖给法国SEB公司 苏博尔被法国SEB公司接手后,快速打开了海外市场 营收和正利润也是逐年攀升,市值回了10倍 一度高达700亿,找了行业龙头补助 但是从2020年7月,苏博尔股价从每股85.5%的高点一路下跌 直至目前跌幅接近四成,总市值蒸发将近300亿 当年辉煌的战绩也慢慢远去 近期苏博尔更加因为产品质量问题频频冲上热手 年仅29岁的苏博尔好像已经陷入了中年危机 关于苏博尔的诞生就要从上世纪80年代讲起 当时国家为了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鼓励国有企业将一些业务以承包或者联营的方式 转包给乡镇企业 当时压力窩刚刚走入大众的视野 尤其是沈阳商起牌压力窩 深受大众的喜欢,销量非常火爆 市场上七成的份额都被商起霸占了 之后的商起改为苏博尔,产品线也在不断增加 从压力窩托展到电饭煲,超锅,不炼锅等等 成为一个国产老品牌,苏博尔受尽了我们的喜爱 但是令人猜不到的是 我们引以为傲的国产品牌竟然在2004年 开始以转让股份的形式将苏博尔埋给外资企业 所以了解事情真相的网友都觉得被骗了 明明是消费者引以为傲的国产老品牌 为什么变成了外资企业的产品呢? 之后随着中国电商的发展 很多大大小小的家电企业没了出来 并且以一定的优势 抢夺苏博尔的家电家居市场占有率 这个时候的苏博尔发展有了一定的缓慢 苏博尔作为曾经的国产老品牌 现在反而被外资接受 这个变化令到很多消费者深生如虑 大家开始质疑新的所有者 是不是能够继承并且发扬这个品牌的传统精神呢? 令人失望的是 苏博尔好像并没有延续过去的辉煌 消费者发现产品质量下降 服务态度恶劣 一度信任的品牌竟然辜负了我们的期望 这个不单止是关于产品的问题 更加是关于消费者心目中对品牌信任的背叛 苏博尔的故事好像已经不再是一个成功的品牌转型 而是一个充满失望和怀念的故事 今年正值苏博尔30岁 报入中年不法遭遇中年危机 苏博尔的光辉战绩成为了过去 迎接他的是消费者的频频质疑 是重营销轻研发的现状 根据财报派的分析 苏博尔近几年因为不少风波导致收入下降 随着不少竞争品开始占据市场 苏博尔的路也越来越难走 苏博尔现在面临的风波 除了产品质量本身以外 还有它的价格 互联网兴起电商经济盛行 苏博尔反而在快速发展的时代 压低了暂停建 市场上不再是苏博尔的天下 各种小型变质家电家居 在线上销售得日益火爆 苏博尔好像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依然我行我素 国策到市场变化的苏博尔 开始后起直追 就算是这样 消费者好像也不愿意买单 最近跟风比较火的小雄电器 它的目标用户是年轻群体 为此它的一句广告语 也很直击人的内心 年轻人喜欢的小家电 随房对于年轻人来说 一向都是个挑战 贫磕的生活空间不大的随房 谁都希望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助手 这就是小雄电器的魔力所在 年轻人独居随房小巧 这个时候一款精致的小雄电器 合到好处 小雄电器不单止是产品 更加是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 它令烹饪变得简单 令随房变得有趣 所以当小雄电器进入市场的时候 只是为了夺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 不过消费者认可的东西 当然是有针对性的 目标清晰明确的 不知苏博尔之后会怎样更改自己的战略方针呢 我们具体拿一款产品来分析 电饭煲 同样的产品 九阳 小雄 苏博尔 和西屋 有着一定的价格差 你要选性价比 你要选性价比 和考虑自己的消费能力 那你肯定会选价格比较低的 但是不同的价格 消费者不懂专业的数据 只能通过朋友亲戚 和网络媒体宣传 来了解产品之间的差异 这方面考验的 就是各个商家的营销能力 其中的弊端 这就更加明显 网上shopping 原本就很容易踩雷 有些商家 还会出现虚假宣传的情况 苏博尔 也是在消费者的投诉里面 被带上了虚假宣传的帽 现在看来 苏博尔的现状不容乐观 想要重新掌握 催距市场的龙头位置 相当不容易了 这个也是取决于苏博尔的领导人 想要怎么发展以后的道路 电商经济盛行的时候 苏博尔没有及时捉住机会 留给市场太多的遗憾了 希望之后的苏博尔 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体验 有这个行动 但是前路很艰难 当下众人皆知 市场经济暗潮涌动 谁都要面临着市场的不稳定性 和不确定性 苏博尔也不例外 苏博尔可否拯救自己的中年危机 重新获得消费者的信任呢 首先苏博尔有认真面对消费者的担忧 坦诚地回应他们对产品质量和服务态度的质疑 透明度和真实性将会成为树立信任的关键 品牌管理团队应该积极和消费者互动 倾听他们的声音 及时做出调整和改进 但是行动有了黑猫投诉平台的投诉依然没有减少 也就是说苏博尔解决的效果并不显著 怎样能够捉住动荡时局带来的诸多机会 也是苏博尔需要思考的问题 不少家居开始奋起直追还反超了 并且都拥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苏博尔在时间的过滤下 自己的特色除了历史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和改变 也没有属于自己专属特色的产品 深入大众的心 所以苏博尔真的到了中年危机了 苏博尔面对国内外市场的不稳定性风险 积极寻求新的增长点 就利于在线上转型 展现出极大的适应性和前瞻性 在依赖天猫和京东 这两大传统电商平台的基础上 苏博尔没有止步不前 而是选了进一步开拓市场 将目光投向了抖音和平多多 这样的新兴电商和社交平台 通过在抖音上 契入重金进行流量投放 和找头部带货主播合作 苏博尔意图利用这些新兴平台的 强大影响力和覆盖面 来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的注意 提升品牌的线上可见度和销售额 另外苏博尔的这个战略转型 不单只局限于渠道的拓展 也涉及到产品线的丰富和创生 新渠道的开拓 为苏博尔带来了更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和消费者偏好 促使他们在产品研发和品类创新上 投入更多精力 通过推出更加符合市场趋势 和消费者期待的新品类 苏博尔旨在构建更加完善的产品生态 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求 所以苏博尔它到底可不可以玩换损失了的东西呢 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好消息 打光伤容易 守光伤难 人人皆知的道理 现在也都在苏博尔身上 仍然了一次 这一次苏博尔会以怎样的态度和方法 给自己和消费者 交上一份合心水的搭卷呢 大家可以耐心等待 时间和市场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没有什么是可以永恒和压立不倒的 有的只是在变化当中 不断更新自己获取信息 从而达到改变自己 最终令到消费者 一次又一次减理的能力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订阅、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